目前所在的智坛是神宏街 街口這邊 就是 秋手邊這次 遇到 他的狼牛肉 還不錯 基本上還要排隊 往前走 走到這邊 神龍街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 茶飲室里老闆 他的茶來到 你只要到神龍街的話 必喝的茶瓶 茶瓶的種類就是像 影片中這邊跟各位介紹他茶瓶 他每杯茶瓶都是現充的 所以說要等 在神龍街口這邊 會有一些白色讓遊客 一個休息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邊 在假日的時候 這邊會有街頭藝人做表演 今天表演的是 魚魚 蠻有名的一個網紅的歌手 當然來到這邊一定要吃個 妮妮的雞蛋糕 你看他躲起來 躲在那邊 沒有躲起來喝個水啊 我要進去裡面逛 在這邊鬧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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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從街這邊 街口這邊有五流手 這是日式料理店 感覺還不錯 那這邊一個新樂球 新樂球 第二家這邊有個新樂球 這是一個冰品 每天現做賣的 這是神童街的衛兵 這是神童街的衛兵 從頭到尾都站得不動 非常的敬業 好難喔 他要繼續放這一間喔 神童街這邊的街道來講 他們的門面 因為是宜文特區 他們門面 基本上都不能去變動 就照這樣 這裡面會有個市集 在夾日的時候才有開 那現在 因為人比較多 就不讓各位到裡面去看 一個市集在裡面 夾日才會有開 六四六號 欸 走到 休息了 哦不是 66号是林长 这边的林长 68号才是 这边一个卖一些 就是早期的一些黑教照片啊 还有一些早期的音响 这边中午的 热手的 因为现在的时间接近十点了 有些店家都休息了 来到神龙街你一定要膜拜 如果说没有要拿下膜拜的 剪一个为金花布 这次我骗着金花布 稍微跟他膜拜一下 OK 这边一个市集 之前没有装冷静 现在都开始因为天气冷却装冷静 开始渗到后面 神龙街这边的建筑物 大概就是从路口处到后面 都已藏掉起一个早期的建筑 大概就这样 那里面就是一个一个小文床的商品 这是我熟悉的神龙街 这间是卖甜食的 75号是卖甜食的 这个建筑物在修补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标示 修补模式的 这边很多都还是Hinogi 就是快木的做粮煮的 现在有的都保护着 走着走着 走到我好朋友开的店 如果喜欢这边的胡适可以过来逛逛 一些比较特别的 胡适的老板坐在哪儿 跟各位讲 胡适的老板坐在这边 好久不见 对啊对啊 很久没开了 很久没开了 是哦 很中途的一间 这个很特别的一间店 可以开一些 这是神龙街最大的特色 我去到家的人都很多 那後面這個神龍街這邊就會一些酒吧 這一件事情應該是興開的 之前沒有看到 看到年輕人在玩自拍 這邊也有賣個先吃炸物的 還有這一間也都是吃東西串燒的 當然神龍街延續下去 到後面會有個藥王廟 目前這個十字路口就是康樂街 康樂街 過了康樂街之後往前走 後面這一小段呢 就比較一直到藥王廟這一段 就比較沒有像前面那一段 那麼的感覺上比較溫穿 後面這邊就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間進去它的玻璃很大 它是旋轉式的 它的進出很特別 有機會來看看就知道 很感謝很多人來這邊走走 大家都很配合晚上玩 比較玩的時候都不會很吵雜 正面有四九五 ~~ 神龙街在后面这一段就比较一般 正前往那一間廟宇 也就是我講的藥王廟 這禮拜神頭見呢 大概就是逛這麼一段 其實神頭見整個走起來的感覺還不錯 尤其像現在已經過了中秋 那天氣隨著鬚鬚的風也慢慢的亮 到一隻地上有一隻貓貓貓 好的藥王廟 在藥王廟的左手邊這條小巷子 走出去就是泰式的清華路 那在清華路這個街道上 兩側都還會有一些吃的東西 我肚子一直走 如果肚子餓的話 這邊也有吃的 其實在神頭見跟海岸路交叉口那邊 也都有吃的東西 這裡 就會有一些滷味 還有 海南最有名的山芋裡面 繞過來馬拉雅雪 對面這邊也有吃的 不知道不知道該怎麼落 我吃的 你怎麼落 你怎麼落 真愛 好的 以上這些都是DJ阿托惟各位所介紹的 影片就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你就按一下赞 按一下小铃铛 你去订阅 随时可以观看我新朋友的影片 那影片就拍到这里 后会有期